这次终于给我发载了 安夜溜下来的错班生龙音乐 专家英国国家的价值三百万 哎呀 我感觉啊 这三百万价格有点低 我都聪明 谁也骗不着 就这门音乐价值三百万吗 对啊 就这一门啊 这安夜溜下来的穿奖包 就这一门 金翅一门 你刚才说了错班是什么意思 我找专家看了呀 专家说我这个是错班音乐 跟其他那个不一样 这叫端威申龙音乐 端威申龙音乐 这个名字啊 起来够显应的 你这个是北洋龙 确实是一个端威音乐 和铺董的常威张得不一样 但是他也制不了三百万呢 那不可能啊 我跟你说 这三百万我都觉得有点低 我要把这个专家专业的很 我给他已经开过十斤了 这个专家让我看过他的办公地别 然后一层大陆 全部入农民政府 各种政府将农 还有人也知道啊 这一看就是个大老板 转业了很 很宁愿啊 我党报案多年的经验 我一看都知道是真老板 家老板 哦 你觉得他是真老板 对啊 然后我都想到我这百万人发财了 我这一辈子不用再党报案了 信心无故风吹之事 我要党老板 让别人啊 也给我大功 我睡觉的时候 别人也给我挣挣钱了 再爱不允许 他们喊我超报案 看不清我了 老哥啊 你估计是遇到网上的骗局了 这个音乐啊 其实并没有错斑的音乐 音乐的执照工艺啊 和执币法性的并不一样 当时音乐是采用百断的冲牙篱 冲牙造成的 就我刚才已经说了 你这个是带斑鳖的 斑鳖是什么意思吧 因为在执照音乐的时候啊 冲牙篱是非常大的 噶末啊 非常容易磨损 所以说啊 就参成了各式各样的斑变 有位没一名音乐啊 他造的批刺是大不想通的 就转家说你这个端威森龙错斑 这个错斑是不存在的 端威森龙的话 所在于国序 有位刚才就说了 你这个是北洋龙的端威 端威这么看吧 首先看这个位置 这个威宝的距离啊 不超过这个龙抓的距离 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特征 还有这个位置是端运 这也是端威的特征 端威确实要比普通的仓威稍贱一点 但是它的价格也不会太高 像正常的仓威啊 一般在四千上下 端威的情况下 比仓威贵个几百块钱没问题 让我给你股价的话 这个只至四千五百块钱上下 你这儿成熟小无耻 不可能 我这一辈子法财的酒意 都拼于奸来人几句话国破灭了吗 我没有给你破灭 首先啊 一个好小事就是 你也给你留了这一枚北洋龙端威啊 这是整医院 没有任何问题是整的 但是因缘啊 你看这个位置啊 它就是活币 库兵起家二分 虽然说它是广续远包 是完全发行的 但是民国初年的时候啊 也发行过北洋龙 它的存食量还是非常大的 所以说啊 它的价位目前就能支这么多线 我看了 那俩必有一个人在这说话 那对 但是我还是很看好他 我不看好你 为啥这样说呢 因为我这一辈子 当老板的机会啊 我不能错过了 我北洋再打那个臭包了 所以说我也去找他 人家说了 去了都给钱 我也不给他高价了 只要给我300万 我牛途都不来 老哥啊 这个确实不对了 你要想要这个北洋龙的端威啊 我能给你找个一模一样了 并且不用你300万 4500万块钱就能给你一块 你那都是家的 我那才是整的 这刚家出传下来的 你摆过去了 等你给我 我跟你去找到你 是 300万的机会 我能叫你给我守护了 好好好 行行 请不吝点赞个绳子